中国八天的农历新年长假结束 各地一如既往出现了游子返回工作岗位的人潮和车潮 其中返回上海的民众普遍担心 中国经济逐步放缓之下 在来临一年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年轻一代的就业机会 人吧特别多车上 车上基本上过道上都占满了人 一路上连上个厕所喝点水都很麻烦很麻烦的 最主要是今年在过家过年在家十几天在家陪家人孩子很开心 大环境都不好吗确实 担心的话会有吧 因为现在可能现在是个周期的刚刚开始吧 反正再看看吧 我觉得对个人的影响也会有 你觉得对个人会有点影响吗 对个人吗 那肯定会比如说这个收入啊等等 那些工作机会啊都会有一些 至少跟前几年比起来会有一些下滑 今年中国的农历新年年假从2月10号到今天共计8天 由于明天是放假吊休改为上班日 所以大批游子在今天之前纷纷回到了北京 上海和广州等等各大城市 中国当局预计超过1600万人搭乘铁路服务 除此以外 飞机航班也出现一味难求的情形 由于开车 至于开车出游的民众啊 则是困在了长长的车笼之中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